就是有關相關的程序 包括地鄉民徒銷跟土地的收回 都已經剛剛社會局說明很清楚 那除了這樣之外 因為我們要辦理開放 還要透過處犯程序 也已經送議會這邊已經通過 那這部分 剛才剛有朋友提到 這部分4月份我們要公告招商 那原則上是我們規劃的程序 但是我們在招商的整個內容上 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我們商業區的開放 基本上我們沒有變更 原來的都計畫的相關的範圍 或內容跟它的容積相關等等 我們是依照陷阱的都計畫在辦理 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一定會考慮未來 能夠把整個環境來做一個改善 跟就是讓整體的一個發展 整個市容景觀 或者是包括附近的一個居民的 居住生活的部分 也能夠一併改善 所以我們未來這一個部分 目前我們的相關照片文件 我們會跨局處來做一個討論 那其中包括 也許我們未來雖然這部分是商業區開發 但是它的外圍 我們會要求就是要留一定的一個開放空間 來供相關的市民來做一個共同的享用 那停車的問題 這部分也會在我們的跨局處的會議 我們也會做來做評估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有老數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依照相關訴訪的規定 來做相關程序的一個檢查 那如果這部分沒有依照程序 如果我們這部分也會限制開發張 不能夠就進委來做動工喔 那另外剛剛也有就是朋友提到 我們的那個私底朋友提到 就是說這個部分的開發的效應 到底會不會跟我們社府大樓之間有沒有一定的關係 事實上這案子送到市議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提到 我們這部分的未來的收入 跟社府大樓 因為社府大樓的整個興建 未來大概將近會有40億的這樣的一個經費需求 所以當初社府大樓的預算的編點 跟我們這案子的未來的收入 是有一定的某種關係 當然就是說我們財政一定是能支援建設 所以這部分的收入之後 我們也是會透過預算 就是等於說這樣的一個平衡 然後移注到我們社府大樓的相關經驗費用 那最後我這裡再提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案子的一個相關招商文件 現在才正在討論 那未來我們也會開招商座談會 那相關的招商文件也會公開越來 所以市民朋友都可以在我們的財政局的網站上 可以看到資訊公開的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提供意見給我們 那我們在4月份之後我們會正式公告 公告之後我們還會在進行一場招商說明會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有效的跟 就是不管是錢貸投資人 或者是市民對這有關心的朋友 都可以跟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好謝謝下面我們是交通局 我們交通局這邊放 謝謝